硅谷银行最近爆雷的事,看了很多的朋友们一头雾水,很多朋友就来问我说这个硅谷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,你能不能把这个全过程搅一遍啊,其实没问题啊,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,硅谷银行呢,简单直白的来讲吧,是美国硅谷的一家商业银行,这个银行呢,主要服务于初创型的公司,那么倒闭的另外一家银行呢,叫做Chimp银行,它在纽约啊,它这家公司呢,也是一家类似于这样的公司吧,但是呢,这两家银行呢, 它服务的是有特定的人群的,一股银行服务的主要是初创工资最多啊,里面最大一个储户,大概是里面存了30多亿美元吧,然后呢,这个Chimp银行呢,主要是对于这种,对于这种加密货币的,这种储户的这么一个银行,美国有多少家银行呢,一共有4000多家银行,知道吧,而且在美国呢,由于开银行的门槛过于的低,所以说大量的人都可以开银行,有很多银行啊,一共就那么几家,而且名字啊,取的都巨大,那么这一次呢, 硅谷银行出事呢,其实说白来讲嘛,就相当于是,它的资金流动出了问题,其实它不是没有这么多钱,它是暂时周转出现了问题,然后呢,它就跟这个里面最大几个储户讲,它说,哎,我能不能,就是暂缓几天啊,是吧,这几天你们先不要取那么多,结果呢,这个事呢,就一传实实传百,就传开了,就说,哎呀,完蛋了,说这个,要爆雷了啊,取不出来了, 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,简单而言,就相当于什么呢,一个公司,它并不是特别不良的资产,只是说它的公司还能维持下去,只是说它缺一笔资金,或者是它中间出现了断裂,然后它对其中的这个领薪水最高的这个员工说呢,说,您能不能就是晚几天给你发工资,对吧,我这个钱都带着,相当于一个有钱人这么说嘛,然后结果呢,这个员工出去就把这消息散出去了, 就说完了,这公司要倒闭了,然后呢,大家就,啊,冲进来,就,你也取我也取,然后整个的这个银行啊,就被接盘了,就整个就宣布,宣布破产了,宣布破产,在美国啊,其实宣布破产,跟咱们中国人,一定意义上理解那个破产不一样,宣布破产以后就等于它这个银行不再为后续的东西背锅了,然后就交由下一季的保险机构来承担,比如说最著名的董王,他就经历过三次的破产啊,然后呢,这个美联储就会啊,进场救啊, 先是这个,呃,国家存储保,保险银行,对吧,呃,先进场救,然后救了以后呢,然后美联储又宣布接盘,因为美联储必须得救啊,然后如果美联储不救呢,就会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崩盘啊,但美联储就一定会进场救,所以说,但因为经过08年的危机嘛,大家都已经学聪明了,美国的金融机制呢,管得也更加的严格,但是美联储进场救啊,就造成了一个结果,就是说我可以无限偿付啊,你亏了多少, 我都给你补,只要是你想取啊,立马就能取出来,所以说立马就造成了银行股的啊,一大票的上涨啊,我就看有些朋友给我留言啊,就特别有意思,就说这个东西怎么看得像剧本啊,其实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啊,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剧本,为什么我就说就是剧本呢,这个说白了啊,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银行资本家啊,跟这个美联储之间的一个博弈,很多人就说,哎,那不对啊,那你这个美,这个银行资本家 那个美联储的不应该是一伙的吗?不是,你要知道啊,美联储加息伤害到的是谁,伤害到的是这些银行,因为这些银行呢,它本来在疫情前就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,那么美联储越加息呢,那现在的这个国债的利息越高,那大家就不去买他们之前所持有的那些国债,它不就贬值了吗?对不对? 然后就造成了股票市场呢,就大量的下跌啊,所以说这次美联储赔付的这个钱从哪来的?其实还是这个签字银行跟这个硅谷银行的钱,只是因为它用美债做抵押,还了这部分钱,那将来呢,这部分银行所持有的这个美债,就相当于它被抵消了。 美联储,包括美国政府,它承诺不用纳税人的钱,其实它就是没有纳税人的钱,它用的就是美债去抵押了这部分的钱,那么由于这个事情呢,发生的相当于这些银行联合起来,变相的给美联储施压,就是说现在啊,通胀已经开始降了,不要再加息了。 它就是这意思,因为加息损失最大的是银行,然后这些银行呢,它就,这也就解释了啊,为什么,就是你看硅谷银行倒台的时候,是吧,所有的人也不愿意给它周转基金,所有的银行也都不管呢,就看它倒台,因为呢,硅谷银行也不会有事儿,他们就知道这个美联储会进场救,所有的这些银行也知道美联储会进场救,美联储进场一救,一接盘把这个危机化解了, 也就能造成了美联储大概率它可能不会继续往下加息了,但是有人说那美联储会不会,它就是,它就不顾这一切,它就往下加息,也有可能,也有可能,但是我个人感觉,美联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,可能它不值得,对吧,当然也不好说啊,因为美联储的这个尿性咱们也不知道,但我个人感觉,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国内的一次资本之间的一个斗法,就是一堆的银行资本家,以一两家银行, 作为引子,而且不涉及到普通储户的情况下,就把这些初创公司啊,就把这些币圈用的这些公司啊,给坑了的情况下,逼迫美联储就范,其实相当于这么一个事啊,当然了,这些东西啊,也都是我个人的看法,大家可以不同意啊,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洗劫,洗劫它没必要给你无限偿付,是吧,它洗劫没必要把所有的储户的这些资金都补给你,它之所以这么宣布, 其实还是为了稳住金融市场,稳住金融市场呢,你就要先稳住这些银行,那你就不能去加息了,相当于这些资本家,用一家硅谷银行做引子,然后引出了这个爆雷,然后不让美联储加息,当然有朋友可以不同意我说的啊,他就是这个资本家,就是这个为了洗劫这个外国的钱啊,就是为了如何如何啊,也可以,也可以, 只能说美联储,由于它印钱太多啊,导致这个美国通胀一直涨,再加息最终这个银行都受不了了啊,也由此可见啊,美国国内的通胀啊,这几年确实挺严重的,所以说才引发了这次危机,因为我平时不是经常很碰这些话题,有的朋友就经常说啊,说这个司令,这个金融的话题你还是不要碰啊, 其实是咋为事啊,金融的话题我当然不碰,系统的东西啊,这个标准的东西啊,包括这个具体的东西啊,我也都不讲,咱说的就是说这次究竟发生了啥,因为这新闻都有公开报道嘛,你从这里面你能看到啊,他究竟是怎么回事,所以说啊,很多朋友我觉得啊,就是大家不用太甘心,就是这次爆雷的事引发了后续的结果,因为大家都知道雷曼兄弟啊,当年跟这个硅谷银行这么都不一样,雷曼兄弟啊,是一家投资, 投资公司,知道吧,哎,这个投资公司呢,他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流动性的问题,不是说,哎,我其实钱还在这儿,我只是压着出不来了啊,然后我呢,其实再借一笔国家贷款,我就能把这个危机解决了啊,当年雷曼兄弟面临的是全系统的一个风险,他整个的这个大系统啊,整个的都出问题了,所以说大卫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暴雷,那跟硅谷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,投资银行啊,他真是用来商业投资的,他真是用来风险投资的, 那么风险比较大啊,回报比较高,那么硅谷银行这种服务于初创公司的这种公司呢,就跟正常的银行一样,他是正常的存取啊,商业啊,信贷啊,然后大量的初创公司呢,只是把钱存在他的吃利息,然后等需要这个钱去进行啊,这个商业活动的时候,再把这些钱从这个银行转出去,他就是干这个的,就跟正常的银行是一样的,知道吧,所以说投资银行跟商业银行,他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种东西啊,而每个人都可以投资的, 美国这一次啊,出现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啊,他在流动的一个环节上被人为的放大了,然后人为的把这个东西啊,发展成了一家银行,两家银行去爆雷,然后呢,把剩下的这些东西啊,给引出来了,然后引出了美联储的纠缠,是这么一回事,知道吧,哎,所以说呢,啊,我们后续怎么样呢,我个人觉得后续呢,大家反正在看吧,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啊,就是这么一回事啊, 一个事啊,跟朋友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,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啊,钱为主的国家嘛,对不对,哎,就像啊,董王为什么这次出来说,美国要发生经济衰退,你要知道董王是要竞选2024的,什么东西对美国人来讲最重要,经济钱最重要,所以说只要发生了这种事,董王他一定不会啊,是吧,哎,放过的,那比如说董王在这,你可以反问董王一个问题啊,你就问董王,你说好,既然美国会经济危机了,那你上, 上台,那这个危机能解除吗,他肯定会说我上台就能解除,对吧,所以说你要明白,就美国有些人讲什么话是为了什么啊,啊,当然了,你也可以说我就是胡扯,我啥也不懂啊,那那那行吧,那就是他要爆雷了,也可以,也可以啊,行吧,这期就聊到这儿,大家拜拜 啊,行吧 我们下期再见